这首《教化菩萨资讯调记泰国民谣来个通》 是在1997年11月1号 泰国曼谷道光佛堂所批的 有两段 讲师人前引导 名礼莫曼教 如宝剑出鞘 胜莫伤人使弃雕 讲师站在台前 站在人前引导大家 一定要名礼 而且要低心下气 不要骄慢 讲师讲法如宝剑出鞘 讲的也要能够引人入礼 但是也要注意 不要言语伤人 也不要气息 太过刁蛮 若然牢靠 岂不是宝 恐法王座上尽自民心灭性搅扰 如果能够这样调伏 就能够牢靠了 要体会站在法王座上的宝贵了 但也恐怕 如果不小心 在法王座上 如果没有把这个良心本性呈现出来 反而有这种习性的搅扰 让这个本性有一种折扎 这样就很难做到待天宣化了 勿随性甚嚣 勿聚者而逃 所以要战战兢兢如灵 升渊如礼薄冰 也不可以好像随着个人的异性 太过于张扬 甚嚣 不要变成有种嚣张跋扈 那另一面呢 也不要因为太过于这种恐惧 这个职责好像去逃避 这就另一个极端了 就是应该要承接神圣的使命 用一种戒顺恐惧的心情 只有堵食圣贤孝方免于业力牵扰 要堵食的奉行 效法圣贤的脚步 这自然就可以免除业力的千残搅扰 第二段 心若清净之时就是处净土 同主施宏愿 怎能够自弃施了主 当我们心清净的时候 就犹如在净土当中 随其心净则佛土净 也同主施的宏愿一般 我们主施就是要扶住弥勒主施成大道 扶住弥勒成大道 怎么能够自暴自弃 失去的主人公自信来做主呢 谈谈大路全力以赴 修道必吃苦 但把吃苦视作吃补 这条光明大道是非常坦荡的 要全力以赴去开创、去开办 修道过程难免有吃苦的时候 但是要转念啊 把这个吃苦看作是吃补 超越了气数 命运自己补 活水源泉天地来 河南道通流千古 这样修 修到后来 超出三界外 不在五行中 超越了气数的一种束缚 自己的命运自己开创 自己来补啦 就是自己来做主啦 活水源泉是来自于天地啊 我们自信 也有这个活水源泉一样的智慧水 不断的流淌出来啦 能够这样真人做主 而且启发出自信的这样的智慧 圆通 那河南道通呢 这个道本来就是通达无碍的 那又有什么困难呢 能够将这个大道流通千古 流传久远啊 教化菩萨直讯调记来个通 一首太语名谣 将世人前引导 命里抹满脚 如宝剑出桥 神墨上人是几条 若然牢靠 既不是宝 空法王桌上 尽自民心灭心交扰 无谁心生肖 无拘则逃 自由都市生贤肖 方便于夜里牵绕 心若清静之时 旧是主净土 同族是红缘 真能够自其事了主 盘探大陆 全力以赴 修道彼此苦 但把此苦施作自补 超越了七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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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运自己不 我随远全天地来 河南岛同流千古 河南岛统 河南岛 Wide